不得不说,随着自媒体时代的火热,周小慧发现就连韩星们也纷纷令PC进当去了博主,在YouTube上开设了专属的个人频道,从吃饭,美妆到日常穿呆,甚至还有无厘头的聊天室,可以说是个出奇招。 而且你还别说,除去爱豆的糖衣,她们的内容还是很有看点的。 012N11Dara自2N11解散之后,我们可爱的山兔子Dara小姐姐就摇身一遍,开设了属于自己的个人频道,DaraTV。 如今已经有快40万订阅粉丝了,周小慧研究了一下,DaraTV的风格,就是下最热门的Vlog,Dara小姐姐,没事,就穿着一台相机,以视频的方式,记录了她作为一枚爱豆的日常。 大部分都是小姐姐亲自拍摄的哦,比如为了保持身材而健身,为了录节目做状况,录节目待机,24小时,出差的其他国家去录节目,去录音室录音等。 小姐姐录制Get It Beauty节目,竟然是Vlog自然少不了素颜出镜。 不过Dara的素颜真的让周小慧,要大呼一句同意啊。 除了日常工作状态之外,小姐姐还特别喜欢拍摄旅行邮寄视频,你可以跟着她的镜头,去到日本东京的街头,来天日海的巴拉网哥龙岛,热闹的曼谷克长他导的DaraTool的VIP客人,和好姐妹驴生一起玩,巴拉网,在旅行中。 Dara,A小姐姐其实也和大家一样,会打卡当地有名好吃的餐厅,还会和大家推荐不少她经常会去Shopin的衣服店,教大家如何吃好吃的Pepper Lunch挑战自助拉面点单。 喜欢东京的小伙伴,记得要把东京特级仔仔细细的看一遍,下次去就能跟着小姐姐一起买买买了。 逛着逛着竟然还能碰到社长,小姐姐开心的敲诈,那一笔,如果说第一季,主要是以Vlog记录日常为主。 那从第二季开始,Dara小姐姐更尝试了不少有主题性的栏目,比如树有字符终结者名号的她,最近更当写了时尚博主,推荐给大家一周的穿达look。 休闲,淑女,运动,无论什么风格她都能hold住,不过周小慧还是觉得潮流穿达正适合她,里面出现的每一件单品都让人很想拥有虽然并买不起。 除了穿她,小姐姐还step by step,亲自教大家,如何扎她的卡通形象同款,波罗头,过程真的超级可爱。 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hold住这个发型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哈哈,还有一个吸引不少粉丝们订阅的原因,那就是在DaraTV,里经常还出现其他idol们的客串我,除了外地自家的哥哥弟弟们,就连坐个飞机。 小姐姐也很欧俱难祝贺,让看视频我也常常惊喜良连Dara和自己到像烟字园的《约魂02》乐童音乐家里,秀贤说道喊我的音缘霸物,就绝对上不了兄妹双人组合,乐童音乐家。 虽然妹妹李秀贤有着天类般的嗓音,第一梦想是当歌手,但其实她一直拥有一颗想要当美妆博主的心,去年她就开设了自己的油管个人频道Muchapitch主要以美妆视频为主,分享她自己的化妆心得。 因为秀贤妹妹的长相是非常典型的韩国面孔,尤其是那对超单眼皮,所以她的很多妆容小技巧非常值得单眼皮的女孩们,借借了,明明眼妆很重,但是一睁眼就什么都没有了,感觉是每个单眼皮女孩的心声。 而且她大部分推荐的都是超级评价款,视频中还会贴上价格,分分钟就能给同款,在哥哥里菜贺去当兵之后,秀贤妹妹更是一门心思,投入到自己的美妆博主大业,元气满满的果汁妆,可是广受好评模,从视频的制作形式上也可以看出,从一开始的手机拍摄,甚至产品都对不了脚,到如今专业的拍摄设备, 我们秀贤妹妹可以说是非常认真,在经营自己美妆博主的身份,为什么对不了脚,秀贤也不知道啊,当然除了日常主题妆容,秀贤妹妹自然不会放过每一个美妆博主的必经之路, 绑装视频,ELF绑装大挑战,古装剧女主妆,也来一个,有一期更特邀了我们饼仔,讨笑艺人刘饼仔来当嘉宾,挑战了秀贤妹妹自创的果汁榴莲装,虽然成品连秀贤妹妹自己都无法知识, 但综艺效果可以说是满分,建议配合使用全职干预视角,理智哥榴莲装的制作侧牌全过程,除了正业美妆博主之外, 秀贤妹妹的Multi Peach偶尔也会分享一下自己的减肥法,玩一玩史莱姆,或是做个ASMR直播什么的,当然少不了让耳朵怀远的翻唱环节, 最近,妹妹就cover了监视证的flower road,也是超好听,虽然妹妹说没有办法实施更新, 但还是很期待妹妹持续出cover去搭不过杨社长,给妹妹出单许才是正式啊, HTTPS V QQ Come X H M 0703 N 0U E 43 HTML 03GO D 普俊亨对于KPLOP粉丝们来说, 普俊亨可以说是十祖籍的男团代表,他所在的国民组合集, O,DXX和神话同期的,由他主持的JTBC网络综的WhatsAppman, 可以说是在油管上人气相当火爆,订阅数更是超过百万, 这个节目就是每一期,根据订阅者的留言,或者路人的推荐, 普俊亨会亲自去饱草韩国,最热门的吃喝玩乐,外号饱草男, 今天去宏大的Vinted店探议,明天去松礼团路,寻找最好吃的餐厅, 后天又去乐天世界,甚至还去了粉丝们最好奇的三大计划社, 最后外界没去城,总之,哪里最热门,我们把草拿就会亲自去探议, 老大哥的专用打招呼的AAM,而在把草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有趣, 不可控的意外事情发生,周小慧可以拍着修复保证, 一旦入坑,就会一直想看下去,意外的嘉宾保养,想耍耍但意外的身体搞笑, 如果硬要说这位年过爸爸的老大哥为什么那么搞笑, 首先因为他拥有一个绝对自由的灵魂,和一口非常塑料的韩语, 非常的做自己,随便拉到路人就提问,还用着制作组的钱, 请大家吃好穿好,想吃就吃即使说脏话也不要紧, 反正好机会剪辑,和好心带路的路人一起吃饭, 一起当欧,误入了满屏都需要打马赛克的情绪用品店, 因为他过头书而被果断消音,除了老大哥自由有趣的表现外, 这档节目的后期也堪称一绝,有点像新西游记的风格, 官方吐槽最为致命,比如老大哥还没来得及回忆过往, 就被官方掐断美极短短的十分钟都是精华, 已经破格容生成了周小慧的五间下半综艺, 不过到底有多小,还得你自己去看,那才能亲身感受, 最后必须要说一句,因为老大哥自己的韩文也不好, 所以这个节目在油管自带英文字幕, 即使不找字幕组,也可以畅通无组的观赏了, Kick 04刘斌仔,终于说到我们斌仔了, 是的,就是那个韩国最红的表情到手机壳的拥有者, 刘斌仔,周小慧觉得他堪称韩国综艺界的, 一股心流,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奇妙的槽点, 明明是八八年生,却易领长得十分着急的模样, 别的艺人都成红齿饭,我们斌仔靠的是一口黄牙名声在外, 虽然身为综艺咖,却极度任生, 是个尴尬的乱七患者,在外人面前和在熟人面前,完全是两个模样, 真的是相当可爱了,他举办的粉丝活动也从来不走寻常路, 这边是毫无用处的物品交换大会, 拿着你觉得最无用的东西, 来到现场就能换取饼仔的一键周边, 看看粉丝们拿来的东西, 头发丝,巧克力包装纸, 甚至砖头,假发, 真的是报效不已, 那边是世界上最孤独的粉丝见面会, 都说粉丝随爱的, 为了那些笔冰仔还内向的粉丝们考虑, 所以这个见面会是大家聚在一起, 只通过打字聊天这种绝对沉默的方式进行, 现场真的是安静的只剩打字声了, 所以看到这里, 你能大概感受到她的风格吧, 她的油管和人频道也差不多是这个style, 除了官方出品的黑色幽默剧场外, 周小慧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她完全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 文学局限, 虽然名字那么文周周, 背景音乐都是高粱的巴赫, 每期的主题和文学有关, MC们也努力保持这一本正经, 但是朋友们, 内容真的相当不正经, 比如下面这期自我炫耀大会, 固定嘉宾, 演艺后被小胖, 和比饼仔更有名的经纪人, 柳辉山开头还挺走心的, 但没想到自我炫耀的项目却是, 用手指发出声音, 用耳朵发声音, 不怕恼痒痒痒冷, 令周小慧哭笑不得, 用耳朵放屁, 你赢了如果说非要说, 看她的节目, 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周小慧会用虚无的好笑来表达, 非常推荐大家在夜深人静食免食使用, 令FXMBO好久不见的FX成员MBO的YouTube个人频道, 人气也超高哦, 是和她最好的朋友Scott一起开设的, 而且她目前是女团中, 唯一超过百万订阅的哦, 撒滑在她的视频中, 有一点是和别的爱豆很不一样的, 那就是美籍华人出身的她几乎都是用英文, 所以看的时候还可以顺带恋恋大家的英语听力, 不仅如此, 她还经常会以在韩国的外国人角度, 邀请朋友们一起大聊韩国的食物和文化, 外国粉丝也超多的哦, 作为吃货的MBO也常常在视频里挑战各种网红美食, 比如试吃所有口味的辣筋面, 最高的酱料等, 俨然是一名吃饭博主, 辣的全桌也太可爱吧, 一群人挑战徒手开西瓜, 也真的是很好笑了偶尔也会有一些特别的客人, 哦, 真的很期待MBO小姐姐之后分, 想更多好玩有趣的日常了, MBO和Irinkin, 的, 给对方化妆视频, 看来当明星不易, 不仅要唱歌跳舞, 还要当博主, 如果你也喜欢, 快点费分去关注吧, 文字, 周小慧图片, 网络文章来源于Yohu, 各微信公众号, Yohu哥, 欢迎关注Yohu DIRL, 微博 at Yohu DIR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召唤证明星不足,